这是一座由2000年底蕴的城市 独特的气候 多样的地貌 发达的水晰 造就出丰饶的物产 南海之边的东莞 更多以发达的制造业为人所知 装点世界的同时 山川的熔岩也在经历巨变 然而洗尽千华 这里的人们依旧阴寻时节 用淳朴的民风把天时的赐语 凝聚在餐桌之上 美味之中 仿佛一夜之间 东莞最高山峰的脚下 开满了白色花朵 花蕊中晶莹的液体 散发出清甜的味道 罗魏国 一早便开始打理风箱 再过些天 山坡上舞动的花海 将在密封数百万次的飞行中 转化成蜂蜜 蜂蜜是罗魏国的额外收获 养风真正的目的 是为了给花朵收粉 这五十亩花田 是罗魏国家的荔枝林 从开花 兽粉到挂果 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掉以轻心 天气晴朗 花开繁盛 但罗魏国开始警觉 这并不是丰收的预兆 必须扫除适量花朵 避免增强养分 影响卦国质量 罗魏国收成的秘密 来自四十多年的经验 此时正值清明节前 山谷里一种野生植物 刚刚展开黄色的小花 蜀蛆草当地人叫艾草 长江与南的人们 习惯把它当成春季长鲜的野菜 而东莞人更是独有心得 高温热油 混合鸡蛋煎制 熟去草释放浓烈芳香 与鲫铜煮 去腥提鲜 被汤汁增添别样的鱼韵 罗魏国和家人更喜欢传统做法 加入糯米粉 揉碾成团 花生碎 芝麻 白糖 椰蓉做馅 树菠萝叶称底 蜡质表面不易粘连 蜀蛆草的微苦 衬托出馅料的香甜 两种看似对立的味道 彼此呼应相互交融 罗魏国赶在清零节前 完成了所有扫花工作 现在终于可以短暂歇息 感受春季山野的味道 冬管夏季丰沛的雨水 是荔枝生长最重要的条件 智风沐雨 两个月后 荔枝终于挂满枝头 罗魏国家的荔枝品种 以贵胃为主 贵胃的外壳 凹凸明显 和小肉厚 天然糖分高 而最令东莞人着迷的 是他绵长的桂花香气 为此当地的大厨们 用足了心思 为此 可以啊 吃啊 好吃 可以摘啊 整整半年 罗魏国和老伴一直没有停歇 到了收获的时刻 儿女们也赶回来帮忙 连续几天 根据订单 罗叔起早探黑 10点钟起热 10点钟 你起热也差不多跑到重处 离开枝头 荔枝的风味会逐渐散失 因此最好的荔枝 应该在果树下享用 都起家吧 然而果农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品尝 全家一年的收入 都将仰赖这一个月的采摘 东莞常年湿热 四季没有明显变化 但安熟天时的东莞人 不但能够敏锐判断季节的流转 甚至昼夜之间的细微差异 也能精准把握 初夏的清晨 气温在20摄氏度左右 凌晨三点熬成三点熬制的豆浆 表面开始凝结 到了关键时刻 整张调整张调起 分离出腐皮 油润透亮 其薄如纸 小心滑开 折叠加缩后 制成的叫腐竹 腐竹在中国各地都有制作 但在东莞 后来黄柏森要付出更多辛劳 趁气温较低的深夜开工 是为了赶上清晨第一缕阳光 夏季的东莞 阳光直射 日出后气温极速升高10度以上 30摄氏度 只需要两到三天 腐竹便可以脱水定型 成品腐竹浴水后 逐渐恢复活力 变得松软弹嫩 简单凉拌 就能发挥干香本味 以鸡蛋 红枣熬煮 便是柔润甘甜的腐竹糖水 东莞人更偏爱一种做法 生长超过两年的拥鱼 鲜过油 熬出白汤后 再加入腐竹 鱼肉与豆类中不同氨基酸相遇 鲜味成倍放大 东莞保留了大量类似的传统菜品 外表质朴 却搭配精妙 回味悠长 如今 辅助生产多在工厂中完成 耗时费力的手工作坊 在东莞为数不多 第一步 去除纤维较粗的黄豆表皮 脱皮后研磨 让豆浆更加细腻 也更适宜 长时间熬煮 黄白森不停调整火力 他要把豆浆的温度控制在80度左右 避免沸腾 风扇促进空气流通 加快表面冷却 因为网络 老黄家的作坊吸引了很多年轻人 不过 他们等待的 并不是腐竹 刚成型的腐皮 与豆浆一同盛入碗中 被称作腐皮豆浆 豆香浓郁 口感黏糯嫩滑 略带胶质 这是传统制作工艺的额外惊喜 我真的要买下来 我只是搞 搞完的 手工作坊完全依赖天气 突然的降雨让小店暂时停工 此刻家人也可以从容准备一顿午餐 腐竹过油开始富有韧性 香气也更浓 加入羊肉炖煮是老皇家的打扫菜 每逢雨天 黄白森都会打烊 也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 一家老小能放慢节奏 安心享用美味 家人闲坐 灯火可清